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月頭 這次不是每月用什麼 因為一位觀眾的留言 令我叮一聲 大家都蠻喜歡看我介紹的食物 明明我不是吃很多食物 但是呢 大家都是看到很熱烈 所以呢 這個月不如做一個每月吃什麼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什麼我覺得很好吃 很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開始吃東西啦 首先要分享我手上這一罐蛋卷 我是非常喜歡吃蛋卷 也是有一點要求的 最喜歡吃的應該是數得成號 但是得成號呢 要不就要在外面買貴價 要不就要我媽媽早上九點 去到得成號門口才有機會買到 我又覺得未至於要去到這樣 這個是我上個月發現了 它也是很好吃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去門市就買到 它就是西盈盤的齒內香 我直接買了大罐 其實它是有些細包裝的 大家是怎樣開這些蛋卷的蓋子 我從小到大都是找一個瓷筋 這間蛋卷是比較手工的感覺 有些會比較淺色 然後有些會比較深色 但是吃下去是一樣的味道 為了拍這條影片我今天是沒吃過東西的 大家剛剛都應該聽到我吃下去很鬆脆的聲音 這一罐蛋卷我是5月3號買 開了整個月它還是保持到很脆 它完全沒有淋沒有梅 而且它是吃得出有椰汁味的 有很多蛋卷它說自己有椰汁 但是輕描淡寫到不看罐 你都不知道裡面有這個 你不需要看罐 一吃下去你就會感覺到它的椰汁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蛋卷是捲了很多層的 吃下去很滿足 不會空虛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一罐大約150元 裡面有21枝的 不算便宜 以老字號來說差不多 但是我會願意給錢買來吃 因為真的很好吃 吃完蛋卷口有少少Dry 所以下一樣來一些濕潤的食物 之前IG跟他們合作了一個乳酪 真的很好吃 它是來自澳洲的Bula 這個芒果味 看不看得到呢 味道很固然是重點 然後它的質感是非常乳酪的 不是那種水哩哩 這個我已經在冰箱拿出來一段時間了 但是它也保持到質感是比較稠的 芒果味這個不是死甜那種 是比較偏向香甜 但是它也真的有甜味 如果你不喜歡那麼甜的話 可以選擇原味 或者你說不喜歡原味那麼寡 可以選雲尼拉 它是剛剛兩者中間的 以我所知不是所有超市都買到這一款的 我是在白街或者Fusion見過 之後很多時候都會買二送一 買三送一 然後大約是17元左右一杯 你看我真的吃光了 第一樣介紹的是蛋卷 第三樣 都是蛋卷 大家終於明白我有多喜歡吃蛋卷 這個是台中的聖香珍 迷你濃厚花生脆卷 打開裡面是有大半包的 然後它是有得黑白的 一個密實袋的設計 不需要一次過吃光 裡面是一粒一粒的蛋卷 然後蛋卷中間是會有花生醬的餡 聽到了是嗎 它一樣是很脆 然後中間花生醬餡是很香濃的 這個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做到這麼小 一口一粒 完全是不知的情況下 無緣無故拍完 是非常邪惡的一個零食 所以每一次我都會限定自己 可能吃三粒吃五粒就要收手 應該有部分觀眾知道 我是非常喜歡吃一些韓國生葉辣海鮮的 之前也介紹過在尖沙咀韓國街買的 然後最近我在太古成品 看到有一間韓國菜 它是賣一些玻璃瓶很方便 一張48元而已 然後我在那裡找到一個生葉魷魚的新景界 問心這一批東西就不太引起吃肉 但是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呢 平時那些生葉魷魚很多時候都是魷魚鬚 八爪魚鬚 但是這個呢 大家看到嗎 它是整隻來的 是一些BB的魷魚仔 有沒有看過壽司狼的影片 我是很喜歡吃螢光魷魚漬的 這個是有異曲童工之妙 都是一隻隻的迷你魷魚 然後 動好 它是很嫩的 又爽口 對我來說它是鮮味 但是鮮和腥是一線之差 如果你是不喜歡這種生海鮮 很怕腥的話 它也不適合你 然後就算這麼喜歡吃 我也是做不到一餐吃完整瓶的 大約可以一瓶分到三至四次 我家是三個人吃飯的 所以我覺得四十八塊也挺划算的 口印不錯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會無緣無故在太古成品 找到一間韓國的食物呢 就是因為它 我本身去太古成品 就是打算找酒的 它們是來自香港的品牌 叫做日照夜舞 是Serena非常極力推薦我這個酒鬼去試的 她說我留了一支給我 但是我到現在 一月趕到現在六月 我還是沒收到膽子 我已經自己買了幾次了 這個就是它們的蜂蜜酒 手上這支是我最喜歡 叫做紅塵 喜歡的程度 我是買了這麼大支 是一個紅蹄的蜂蜜酒 很好喝 如果你是喜歡喝紅酒 但是不喜歡那種丹寧味 又要休息又要休息的麻煩的話 它是有那種感覺 再甜一點 容易入口一點 然後還有這個 檸蜜薑 這個我都很喜歡喝 因為它入到喉嚨之後 就真的感覺到一個薑味 我也是買了這個 這個就是啤酒 他們的手工啤 是一個黑啤 它的名字就是這間店 日照夜舞之中的夜舞 上次我也有買過他們日照來喝 覺得是正常手工啤 不是說有一個很鮮明的記憶點 因為喝過很多 我又不是專家 來來去去的味道 所以這次 就只買了夜舞 今生是喜歡喝黑啤 我自己一般的 但是這個黑啤 我也是過關的 因為裡面有雲呢拿 和朱古力味 是挺特別的 所以 是不是很24校女朋友 才自己喜歡喝酒 都會買給男朋友 快點讚揚我 而說起本地製作 我上個月收到一瓶辣椒油 都是覺得很有heart 它的名字叫做士辣 然後大家看到這一瓶的辣椒油 它裡面是超級多料 我要挑戰自己 看看吃不吃到這一口 它裡面是有些蝦米的 我冷靜了 這個辣度是小辣至中辣中間 不是非常辣的 剛才這麼誇張是很近 然後我又比較差 如果是超辣的 我不可以一口放進口 它是屬於比較香辣那種 然後它的香味 不要看太多料 它未至於去到XO醬 所以我也是會當它是普通辣椒油去用 早前我做了一個超級無敵 好吃的口水雞 就是用了它 然後我昨天又煮了一個茄子 由豆瓣醬轉用它 它的味道完全是野味出來 所以這個大家如果喜歡試 不同的辣椒醬都可以試試它 去到最後一樣東西 都是跟辣事的 不知為什麼 這個月吃了很多辣的東西 就是這一種韓式泡菜小籠包 手上都是來自Cocad的 大家可以看到了 白色包裝是透明的水蒸皮 然後橙色包裝是普通小籠包的皮 我自己就喜歡吃這個 因為水蒸皮真的很煙韌 現在看起來很小顆 但是蒸起來它一發大 是挺有飽覆的 挺滿足的 我吃兩至三顆就夠飽了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不錯 快美美的午餐 對我來說 但是它們不是我最愛 最愛是759的包 現在買不到 我已經等了很久 都是沒有貨 它是一大包過的 我忘了有沒有脈絲匹匹在上面 總之CP值最高 今天真的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我在五月吃過很好 又很想跟大家推介的東西 其實一定有更多的 因為我真的很餵吃 所以大家就告訴我 喜歡不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偶然我都可以拍一下 由每月用什麼 變成每月吃什麼 當然如果你想我介紹餐廳的話 我都OK的 但是可能不會全程這樣拍 拍一點點的影片給大家看也行 對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條影片 我自己拍得很開心 因為一說起吃 大家都會看到我的眼睛就明明了 我是喜歡化妝 我是喜歡護褲 但是我都很喜歡吃 很喜歡喝酒 我這個人真的有很多嗜好 不說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記得 給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否設到3時 和設日到12時 上次口側 這次太快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